若把修持佛法当作一种心灵疗法 追求好受好过的生活 你朝向的目标即是轮回 若你是为了禁除恶业与障壁 了知一切身心的苦乐 忧喜感受与念头皆是新的游戏 认出本具的心性 那么你的目标即是去向解脱 大家好 众生文化这次分享的好书是 我就是本尊 大圆满断货之道 作者是足骨乌金仁波切 我就是本尊包含了修持金刚萨多法 谢曼达等教界 尤其包含了修持上市相应法 上市余切的教界 在这些修持法门背后所潜藏的主要用意 在于结合大圆满的见地 而这是足骨乌金仁波切所教导的 大圆满法的独特风格 自信以具足三金刚与三身 在踏上法道之时 修行者必须领受能熟灌顶 以作为踏上法道的不共入口 修行者在领受了能熟灌顶之后 就可以接受能使人解脱的窍诀 领受能熟灌顶的目的是什么 在你的心性 佛性之内 本就已具足了三金刚 而这即是灌顶本身 当我们解释本然状态本身时 姬具有证悟的身与义的自信 他无需任何的灌顶 就已经具足三金刚 因为佛性本身 即是证悟的身与义 身是体性 义是自信 义是大悲利用 如此一来 三身在姬之内任运自成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未能认出自己的心性 由于具身无名 骗记无名 因体性同一无名 三种无名之故 体性金刚身陷入迷惑 而变成一般之身 自信金刚语陷入迷惑 而变成一般的阴生 大悲利用 无别金刚心之自信 陷入迷惑 而变成一般的二元心 我们一般的身与义 其实具有三金刚的自信 但是由于三种无名的缘故 我们无法明了自己的本性 身与义因而变得颠倒迷惑 简而言之 我们已经堕入迷惑之中 随着妄想渐渐地开展 我们依次第堕置 五色界与色界 我们在三界的显像之中游荡 完全忘记了我们的自信 具足三金刚语三身 当我们执取于显像时 这些妄想坚实化 直到我们体验到 目前的身与义 每当众生对感知者能执 与被感知者所执 生起二元分别的执取 而投生于一个新的身体时 诸脉首先形成 在诸脉的基础上 气、风席开始移动 与新形成的诸根连结 继而拥有掩饰、耳饰等其他根式 在这一切之内 即使诸显像不具任何实体 它们却显现为具有实体 尽管三身是我们的真实自信 但是由于明获之故 我们把一切诸法感知为 三界的风景 当我们经由与一位真实 且具得的上师结缘 而进入金刚秤的法道时 我们的处境就是如此 这样一位上师的心绪 已经透过实证而解脱 并且能够透过他的大悲利用 而使其他众生解脱 既有与这样的上师结缘 我们就能够受到加持 认出位于机之内的事物 正物之身与意的种子 而这些种子 其实呈现为三金刚与三身 在这个脉络之中 这些种子是指能够使我们目前的身与意 在机之内复原的加持力 在一位具得上师的跟前 领受正物身的灌顶之后 弟子的寻常身 因而被赋予权力而成为金刚身 正得金刚身的种子 也因而被种在弟子的心血之中 借由领受正物与的灌顶 弟子被赋予力量 得以持正金刚与的不习功德 请了解 种子 力量 加持 三者都具有相同的意义 领受正物意的灌顶 离于新的造作 这种下了回归金刚意状态的种子 金刚意的状态 即是指本质的无为法界 这些是领受正物身与意灌顶的原因 领受灌顶 修持到次第 加持是灌顶的基础 灌顶的目的则是 我们目前的身与意当中 种下实证的种子 使我们能够解脱 而进入已然存在的基 本性 佛性之中 为了实现这份能力 我们必须运用善巧的修持法门 其中包括生起次第 圆满次第 大圆满法 大手印法 或任何其他类似的修持法门 所有这些修持步骤 都能够滋养 促进这些种子发芽 最后绽放出花朵 尽管目的相同 但它却是真实无谬的 它具有众多方法 而且少有困难 那些立根者 同小此道 因此 密咒秤特别卓越 这段著名的隐言 谈的是金刚秤的殊胜功德 它基本上意味着 密咒秤不可思议的功用 取决于加持 加持是透过灌顶而获得 或换句话说 灌顶是以加持的方式而被授予 这也是金刚秤 胜于金秤的原因 但是这不表示 修行者无法透过金秤的道徒 而成为绝者 金秤有其特殊的旅程 而那些一循这条道徒的人 若能坚持不懈地修持 迟早都会证得菩提 任何借由禅修 而使证其本性的人 将会渐渐地发现 揭露那本自存在的 金刚身 金刚语 金刚义 这肯定不是一件 不可能的任务 而且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一方面 加持是使用瞬间的力量 而带来实证的方法之一 它的力量于历史之间爆发 犹如喷射机喷射推进 而翱向天际一般 真实的金刚秤 让是解由密咒秤的善巧方便 而能够把这种力量 注入弟子的心绪之中 在灌顶期间 所赋争的真实加持之温暖 滋养并承受位于修行者之机中的种子 使得实证能够立即升起 而无需经历长期的禅修 这是为什么灌顶被视为珍贵且重要的原因 修持大礼拜 降服身与意 前行与正行是道的两个主要面向 修行者在领受了灌顶之后 就开始修持前行与正行 前行法包括供与不供的前行法 供的前行法的目的 在于使修行者的心绪彻底的准备就绪 继而转新向法 在此之后 修行者开始修持不供前行法 它始于皈依并结合大礼拜 或者在其他的情况下 始于皈依并发起菩萨心 修行者皈依修持大礼拜 并且一再地发起菩萨心 这种一再重复的修持 能自然地平行那些常常出现于心绪之中的 粗重我执烦恼 也能理顺粗重猪脉及其纠结的脉结 粗糙的心之状态 诸如爱恨情仇 心胸狭窄等所有激烈的情绪 也都会安顿于本然状态之中 在此同时 你体验到自心变得更加松坦而自在 你开始能够与自己和平相处 最后 这心松坦清安的状态 将使你能够领受大圆满的直指翘诀 当修行者在修持了前行法之后 再领受直指翘诀 将能够更容易地认识大圆满之见 在另一个传统之中 修行者开始修持前行法之前 先领受大圆满法的灌顶与直指翘诀 换句话来说 他们潜藏了某种出蒙的实证 已然瞥见了大圆满之见 但是基于某种缘故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修行了无进展 某些人已经被指出了心性 但是他们似乎停在原地不动 同时未发展出任何力量 如婴儿般出蒙青涩的本觉 是微弱无力的 犹如一株营养不良的植物 即使在从事了大量的禅修之后 他们的本觉仍然处于相同的枯竭状态 他们尝试各种的修持法门 例如奢魔他 皮婆奢纳 大圆满 大手印等等 但是在正量上仍然毫无进展 仿佛那出蒙的实证 压根拒绝成长一般 这个情况的解决之道在于领受一位 具得上师的加持 并且运用身与意来调伏 且平息那些粗重的我执烦恼 就此而言 有两个领受直指翘诀的传统 一是在修持前行法之前 而是在修持前行法之后 基本而言 强烈的烦恼会仗毙自身制 并且阻碍修行者有所实证 因此之故 为了克服所有这些烦恼 我们从事大礼拜 建议调柔身与意的死板僵硬 我们一再地皈依所有的佛与菩萨 因而受到他们的光芒与卑力的保护 我们真正领受加持 因而肯定能够有所进展 这些是从事大礼拜的利益与目的 修持金刚萨多法 净除障毙 继皈依与大礼拜之后 修行者修持金刚萨多法 并且持送金刚萨多的咒语 我们发现金刚萨多在各种脉络下被提及 他时而是菩萨 时而是佛 大圆满密序 把金刚萨多尊描述为 一切诸佛悲心事业的种籍 在过去金刚萨多立下誓愿 愿任何说出我知名号的众生 其心续内的烦恼账与所知账 都自然而然地被净除而消失 这是金刚萨多的誓言 而透过这吉祥的相应 这种进账确实会发生 金刚萨多的体性是充满悲心的空性 其自信是消融所有种类的烦恼账与所知账的利用 这是为什么在藏传佛教四大派的金刚乘修持法门之中 金刚萨多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修行者倘若能领受金刚萨多的不共灌顶 这是最好的状况 在领受了灌顶或随许加持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修持金刚萨多法 并依照你所从事的特定前行法的法本 而观想金刚萨多 在修持到某个程度时 你应该会升起信心 相信你的心性 明空双运 在本质上等同于金刚萨多的无染本质之心 接着你自然而然地安住于 自心与金刚萨多之心无别的状态之中 这是为升起次第的修持奠定基础的方式 而每一个观想法门都具有这相同的基本原则 谢曼达 积聚资粮已升起顺源 潜心法的下一个修持是谢曼达 借此能够达到积聚资粮的目的 资粮一词的完整意义或许难以理解 它是指福德资粮与智慧资粮 问题在于我们拥有顽固的串息 因而仅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因果关系 由于我们怀有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见解 因而觉得自己所感知的诸法 似乎具实有 换句话说 因与果似乎是以色物质为基础 只要我们执着于这种见解或想法 就难以在无形的超越色的诸法中 看到任何因果关系 一般人认为的实相 似乎是以物质为基础 例如今天早晨蓄日东升 所以我现在才会感觉温暖 每个人都能够自然而然地了解这个道理 这个物质的实质的因果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它能够透过五根而被感知 被察觉 因此很容易为人所接受 所以大部分人都倾向于认为实相不过就是如此 他们有限的世界观难以接受资量这个概念 对他们而言 修行是令人迷惑的 既不合常理又了无意义 在此同时 每个人都经历欢乐与痛苦 喜悦与悲愁 而这一切都各自有他们的因果关系 由于这些因果关系并非有形可见的实体 人们领当会想知道他们如何形成 但是基于某些原因 大部分人从来不想一探究竟 为了能以一种真实的方式踏上修行的道徒 我们必须理解某些无形不可见的因果关系 积聚资粮牵涉了我们的业行业力法则 上师的加持与因果 所有这些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如果你想要修持正法 那么了解这些主题是极为重要的 我注意到许多人生活优渥舒适 却仍然会无缘无故地感到微靡不振 郁郁寡欢 了无灵感 感受不到生命的喜悦 他们觉得自己欠缺勇气 并且感受到一股难以摆脱的悲伤 某些心理学家称此为自卑 但是这自卑有许多变种 生命中有所缺失的感受极是一粒 这些感受没来由地充满于人们的心灵之中 这正是欠缺福德 缺少福德资粮的意义 人们因而感受到一股无法解释的悲伤或沮丧 积聚资粮能了悟一切皆非实有 资粮可以在有形或无形的基础上被造作 福德资粮本身一向是无形的 然而它却是真实的 当我们透过缘起的力量而积聚了大量的福德 就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松坦自在 我们不被任何事情所烦扰 反而感到松坦自在 欢欣随喜 我们的整个生命充满了欣喜的氛围 要生起菩萨的发心似乎一点也不困难 它自然而然地生起 福德资粮即是这种心理氛围的基础 在金刚称修持法门的脉络之中 福德资粮最常是透过 谢曼达这个修持而积聚 了无直取 断舍贪着是谢曼达的基本原则 贪着越强烈 它就越容易变成二元分别的烦恼 继而造作恶业 我们越能够减少直取与贪着 就越能够自然而然地摆脱恶业与我之烦恼 如此这般持续下去 福德与智慧资粮将会理所当然地增胜 修持的越境需仰赖上师的加持 整个佛法的基础仰赖上师的加持 换句话说 如果上师的了症未传入你的心绪之中 就表示你的心尚未解脱 所以在金刚称的传统之中 我们视上师的加持为至关重要 必不可缺 在贡的大乘法教或小乘传统之中 你不常听到这个宣言 只仰赖之于上师的前进心 日其为唯一的灵丹妙药 这是密宙金刚乘的非凡特征 你会发现 竹巴嘎举传统最强调对上师的前进心 许多修行者出于前进心而皈依 发起菩提心 修持金刚萨多法 献曼达 最后实证一切鲜有的自信 在这个只强调之于上师的前进心的修持之中 请了解 上师并非仅止血漏之躯而已 修行者了无道 上师是四身的自信 修行者即是以这份了解而向上师其请 首先真正的信任必须在修行者的心绪之中升起 其次随着这份信任日益深切 它变成前进心 上师的加持常在日月不绝 所有的佛与菩萨传承上师 以及你自己的根本上师 全都充满加持 源源不断 片满三十 但是这些加持如何能够满溢我们的心绪 使我们成熟呢 当我与我的分别概念消失于前进心之中 加持就能够满溢心绪 使我们成熟 正是这我值阻止这些加持成熟我们的心绪 我这个概念在前进心的氛围之内消失 此时你的整个生命充满了加持的温暖 就我的亲身经验而言 我在修持前行法时 就已经领受了一些大圆满的口诀 圆满自在的本觉状态已被指出 我对于本觉是什么 也升起某种程度的确信 然而前行法却助我在法道上前进 甚至可以说使我进步神速 那个情况犹如一次跳跃前进的15英里 同时省略了中间的所有步骤 我觉得正是前行法促成了这个进展 我个人认为前行法是把本觉的理论 推进至真实解脱之境的根本 为了真正的有所进展 上师的加持必不可缺 否则不论修行者多么努力的孤军奋斗 这奋斗与挣扎也不会具有升起真实洞见的力量 不论一个人的体格有多么强健 都难以一天行走20英里以上 但是当你的上师突然派遣了一架直升机 你跳上直升机升空飞行 在两分钟之内就能够飞越20英里 根据法教所言 你能够透过行经五道与实地 而达至正等正觉 但是想想看 如果你孤身而行 那得花上三阿僧奇节的漫长时间 另一方面善用金刚秤的扇桥法门 尤其是前行法 以及在你的心绪之中领受上师的加持 这犹如搭乘一架直升机 甚或一架喷射客机 上师的加持力能够使你在几个上弄之间 行进50英里 若以这种速度行进 你的身语意将能够迅速真知成熟 进而成就正等正觉 以上栽字 我就是本尊导演的部分内容 众生文化好书分享 我们下周再见